健康有关的讯息 胆结石族群 千万要小心别吃他的太油 云民40岁的男子日前吃了宵夜之后 上腹部突然剧烈的疼痛 隔天甚至痛到他直冒冷汗 就医才发现他的胆已经肿胀 让得像是士林大香肠一般 而且胆囊周围严重的水肿 经过检查是坏死性胆囊炎 最后是透过紧急手术才救回移民 边追剧边吃宵夜 是很多人忙了一整天后的小确幸 大卫民患有胆结石的40多岁男子 日前吃了宵夜后 上腹部突然剧烈疼痛 还痛到直冒冷汗 半夜先挂了急诊 却还是不见好转 隔天再度就医 依照超音波发现 整个胆竟严重肿胀 宛如一根士林大香肠 吃了比较油腻或者是大量的肉类 再加上喝酒的关系 肠道会分泌一个东西叫胆糖的收缩素 剧烈的收缩 有时候时候飘上来 刚好卡住这胆的出口 会有点吓到 长得有点像香肠的 医师分析有胆结石的人 只要吃到串烧 咸酥肌等固有的食物 为了帮助油脂消化 胆囊就会过度收缩 有机会造成发炎 由于胆囊出口口径偏小 一旦发炎就会让胆汁无法流出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导致胆囊破裂 最严重的状况的话 其实就是胆囊整个破掉 破掉之后呢 胆汁就会流出 里面很多细菌 就会更进一步的造成腹膜炎 就会造成败血症 败血性休克 甚至会呼吸衰竭 不只要把胆囊拿掉 这个腹膜都要做一定程度的清理 特别是年纪大 男性疼疗病患者 都是高风险族群 因为这些族群 对疼痛的感受度也比较低 根据统计有高达三分之二的人 一开始都是轻微腹痛 往往不以为意 结果延迟就医 医师建议只要有胆结石的族群 亦有上腹部疼痛 千万不能轻忽 免得胆囊肿得像大香肠 最后还得透过手术切除 记者未经许休闻 特别有道理